各位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4月24号 庚子年的春天还剩最后10天了 这里是国君和肖南创办的庚子自由谈公益讲堂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肖南 今晚我们迎来的是庚子自由谈的第27次开谈 今晚的讲座是由我们这个国家非常优秀的翻译家 作家 中俄文化交流专家 孙岳先生奉献的 他带来的题目是三十年磨一剑巴比尔的骑兵军 今天晚上的话题非常的聚焦 那就是一个国家一部奇书一个吃人 一个国家当然就是指的是俄罗斯或者说是苏联 世界上的有两个国家是我们中国人对之情感特别复杂的国家 一个就是日本 另外一个是俄罗斯 中国中国人历来对这两个国家是爱恨交织 既血海深仇又浓情蜜意 然后这种自作多情 然后又多情总被无情脑 近现代以来可以说就从来没有断过 一部奇书呢 当然就是我们今天海报上大家都看到了 那就是俄国的犹太作家巴比尔的骑兵军 这部书在苏联也被禁 在中国也被禁 如果说您去学苏联文学史 你会发现整整的一部文学史对这本书居然 只字未提 所以说这完全是一本名不垂青史 在宗苏两国的主流文学史上根本没有席位的书 这本书多年被禁之后呢 居然在1986年欧洲有一份非常权威的杂志 叫做欧罗巴人杂志 或者说我们也称之为欧洲人杂志 他们评选一百名世界最佳小说家 这位巴比尔 这位这个非常年轻就就没了性命的 这个天才作家巴比尔居然夺得了花魁 而他这部书奇乒军也被评为世界小说的冠军 大家想想啊 这部书的作者在文学史上被失踪 被缺席 被历史的洪流吞没 早在1940年就死在了斯大林的枪口之下 而这本书也前后被封禁了二三十年 这本并不厚重的书 突如其来的就承载了来自全球的这个文学世界的荣耀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一个国家一部其书一个痴人 这个痴人呢 我不用说作者巴比尔 因为关于作者的内容 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他会讲得很精彩 我要说的这个痴人是指今晚的主讲嘉宾孙岳先生 我说的这位前辈 这位老师 这位天才的语言学家 他有着70后的嗓音 60后的容貌 50后的年龄 阅历和修为 30年前那会儿也就刚刚30出头的孙岳先生 他就成为了中国的歌宝权外国文学翻译奖的一等奖得主 其实我们庚子自由谈对这个中国的官方的这个授予的身份 以及官方授予的奖项 其实在我们这个论坛上 我们并不是太care的 但是确实是因为这个歌宝权外国文学翻译奖 确实是 他的这个含金量 我们觉得非常的硬气 所以说 这个奖我们觉得非常有价值 所以一定要介绍给大家 而同时呢 孙岳先生他还是俄罗斯国际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同时他还获得过俄罗斯皇家协会授予的圣尼古拉精致勋章 以表彰他在25年来在俄罗斯县当代文学 以及传统文化的翻译方面取得的成就 在80年代的时候 孙岳老师他在念大学的时候 他的老师 他当年的老师 居然可以大段的背诵这部作品 而他的老师在大段的背诵这部作品的同时 对这部作品的那种推崇 那种向往 所以瞬间击中了当时非常年轻的孙岳老师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 他就开始找这本书 他后来他发现整个的在大学图书馆 在城市里面的书店 在城市里面的图书馆 居然根本找不到这本书 后来可能大概他花了一两年的时间 他终于读到了这本书 那是一本这个由复印件装定而成的 骑兵军 从此他就开始了跟这个巴比尔的 骑兵军一生的痴缠 在30年里 孙岳先生他两度翻译这本图书 并且他自己还说 他说他很有可能还要再去翻译第三遍 1988年的孙岳先生 他第一次读到了骑兵军的复印版 当时可以说是出于一位 在俄语语言上 这个天赋异禀的文艺青年的冲动 他翻译了这这部书 那是他翻译这部书的第一次 而在之后的漫长的28年里面 他自己亲身来到了前苏联 他沿着巴比尔的足迹 在这片国土上 一座又一座的城市旅居 他将巴比尔的人生轨迹 从头到尾走了一遍 他一边走 一边重新翻译这部书 而这一次的翻译历时了28年 在这期间 他亲历和见证了世界上最大的 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 孙岳先生他自己 他当然是博览群书的 但是他认为他说 假如说一个人的一生 只承认自己只读了一本书的话 那么他这一生 他就只承认自己 只读了这一本巴比尔的骑兵军 今天白天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讲座的广告 发布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在一些群里面 有不少的群友 他们都在表达类似的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他们说 他们对苏联反感了 对这个红色国家的红色历史不感兴趣 对这个红色经典文学也不感兴趣 等等等等 其实我当时我心里就知道 大家都误会了 就好像我之前 和那个也误会了孙岳先生一样 我们都以为 这位进行在苏联文学里面的学者 而且他居然还得过什么 叫做大家听这个名字 叫做俄罗斯国防部军事文学翻译荣誉奖 你想 那么得这样的奖的学者 那么就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父辈母辈 他们对苏联一往情深 他们唱卡丘沙 然后他们跟我们讲红色经典文学之类的 但是 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说 大家误会了 孙岳老师最早跟我谈这部 这部书的时候 大家猜是怎样的吗 孙岳老师他一上来就跟我说 他说 巴比尔的骑兵军 包括苏联文学 真正的精髓是 对新约和旧约的解读 是极具个性的 对生 死 爱的价值判断 他传达的是作者对圣经的理解 所以后来 在他的这个 整个的诠释里面 这部看似血浆横飞的书 其实是在写弥赛亚精神 是用那种非常极致的浪漫和血腥 来写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 这些话 大家想怎么可能是从 怎么可能是从 从事红色文学的人说 说出来的呢 所以说后来我心里 这才算是跟孙老师 我重新确认的身份 我才从心理上接受了他 接受了这位很早就远离体制的翻译家 接受了以自由作家 自由译者为安身立命的基石的一位作家 接受了这位无比的排斥 中国知识分子的素额情节 但是呢 又以俄罗斯文学为精神家园的独立翻译家 孙岳先生 说到这儿呢 我想起了上周的时候 我们跟自自由谈的另外的一位主讲嘉宾 就是陈红果先生 哇 他带来的那个金品梅的演讲 真是记忆犹新 讲得非常的精彩 他讲金品梅 他也几乎是像刚才我所说的 孙岳先生这样 这样破题的 大家想啊 金品梅这个主题 这是一个满含着那种 大众期待的主题 我们要么就是看他如何将轻浮讲得深情 那要么就是希望他盼 隐隐的盼着他能够讲得轻浮一点 可是 可是 可是那天红果老师他一上来就说 他说 我左手拿圣经 右手拿金品梅 圣经和金品梅是我灵魂的AB面 所以我是觉得 就我的这个比喻可能有点不是那么贴切 但是呢 我觉得红果老师的破题 和视角 跟今天的主讲嘉宾 有一点点类似 所以说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今天的主讲嘉宾 孙岳先生铺设的红地毯 接下来有请孙岳先生 有请中国的非常优秀的翻译家作家 孙岳先生 肖南好 国君好 今天晚上在线 跟我们大家来一起 畅游 苏联 俄罗斯文学 这个浩瀚海洋的 各位朋友们好 我是孙岳 刚才这个 肖南 对我有这个 非常大段的介绍 我认为这个 一美之词多矣 这个 我呢 这个 对于苏联和俄罗斯文学的爱好 完全 出于自己的这个发自内心 一种 不敢说是自幼而生 但是也是从我一开始 识字之后 受到不同的影响 包括时代 包括家庭 包括阅读 也包括其他方面 我前不久呢 这个刚刚 写过一篇很小的一个 一篇这个回忆文章 就是 因为有人在问 就是说 你去翻译这个苏联 俄罗斯文学 是不是自幼有什么传承 因为这个 确实我家里边呢 这个 我母亲 她是学俄语的 但是说实在的 她跟我后来 去读书 学俄语 没有太多的关系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们在 七十年代末的时候 这个中国对于这个俄语 基本上在很多方面是基本是放弃的 很多人 青年人学俄语 其实也被视为没有太大的前景 因为当时文革刚刚结束 大家一面倒的倾向于学英语 一面倒的 是 去仰望西方 仰望西方 渴望了解西方的变化 文明 这个 同时呢 这个 自由主义的思想也刚刚的开始 这个自由之风也刚刚开始 这个七十年代 我们后来学我学俄语 完全是这个 很多的这个客观的环境条件造成了 这个我们以后有时间再细聊这个问题哈 啊 肖南刚才提到这个一个国家一部棋书 啊 这个 对我来说 一部文学作品哈 特别是巴比尔的《骑兵军》 啊 对 我 我觉得我跟他是 要是结下不解之缘 也不过分 但是我觉得我跟他有实在有太多的这个 生 生 生命之中有太多的这个纠结 瓜葛太多 这个 呃 刚才肖南已经讲到 就是因为呢 我的文学老师 大学里面的苏联文学老师 他的对巴比尔推崇被制 因为当时在苏联 呃 当时八十年代 呃 一九八零年以后 苏联进入了他的后 后期 后苏联时代 呃 这个文学逐渐走向开放 啊 在五十年代 曾经被平反的 在在大清洗过程中 啊 被平反的大部分作家的作品 有二次出版 甚至是三次出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第一次出版在赫鲁晓夫时期的第一次出版 也就是发生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 这个期间 很多作品呢 呃 没有大规模的进行印刷和宣传 很多人其实尽管作家平反 大家 但是大家很多读者并不知道 他们是 他们的这个这个作品的这个影响力 是很多人都没有读过啊 因为很多作品还没有在这个呃 发行量比较大的出版物上 那么呃 我们这部骑兵军是在我们的文学课上也没有讲到 我想我们的同学大多数人没有在文学课上听到我们的文学老师讲过巴比尔这部小说 因为这部小说在正如刚才肖南讲的话 就是在苏联文学史上 他真的是名不见经端 那么名不见经端的作品 我们可以想见 不能入史的作品 有何价值啊 在史上没有评价的作品 还有什么意义 那么当然 作品和作者啊 都被搁置在 大家所不知道的地方了 但是呢 我的老师石准川 石准川教授啊 也是中国已经过世 他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 翻译过大量的苏联文学 甚至是俄罗斯文学 等等等等啊 他跟我提到呢 就是说 骑兵军值得非常值得读 尽管现在我们找不到原文 因为过去他们曾经读过 那都是读过之后要上教 不能够私藏 你可见这部作品在中国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尽管苏联已经开放 已经平凡 已经有印刷 但是他们他们读过之后是要上教的 所以呢 他有过自己的读书笔记 私钞的东西 有一部分不全面 他有有些篇章 我的老师是可以背诵的 所以就在没有人的时候 他会给我讲的比较多 这就是这也是我跟我的文学老师走得比较近的原因 这个骑兵军当时他给我讲了很多 说另外我的老师居然也预言 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里边 这本书在中国不可能翻译 翻译了 也不会有人给你出版 那他当然他讲了他的原因啊 但是呢 他同时又说 假如有一天 真的有可能出版 我很希望你来试一试 因为这部作品呢 这个我看你很喜欢 也有兴趣 你要把它读完 但是要翻译 谈何容易 这个因为呢 就是我们大家 今天群里面很多朋友 他们都读过这本书 读过这本书 当然仅仅是很多人是从中文 也有人是从英文 甚至是俄文 就是这本书 他的从语言上 特别是 特别是他的这个 他的他的这个 笔触上 就非常的 实际上 特别特特特别特殊 特别特殊 那当然我们 后面还会去 在这个漫谈的过程之中啊 我们再去举例 但是我就觉得呢 这个 真正要去把握 这个作品 把握这个作者是很难的 这个很难 这个作者是很奇怪的一个人 是很奇怪的一个人 我当时在八十年代 读完这本书的第一遍的时候 就觉得这人太怪了 这人几乎 在苏联文学中找不到 类似这样的作家 苏联文学中没有 也就是说 他是一个个例 完全的个例 所以在 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 我后来回忆起来 老师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啊 这个 有没有本事 去了解 把握这个人的语言 形象 他的这种形象 思维的东西 在翻译中 能不能把它体会 转换出来 用什么样的中文 啊 来这个 来做这种翻译 当然这都是很专业的啊 翻译上的 这个过程 我就不多讲了 但是呢 这个 他促成了我 在这个 三十岁之前 读到 这部作品的完整版 并且尝试 进行了翻译 是这样的 我实际上呢 就是我 我们已经是漫谈的形式 就是我们可以随意的 来 来聊一聊 这个作者 因为这个作者呢 实际上 国军告诉我 咱们前一段时间 蓝教授 蓝一年教授 也谈过 也来谈过 起兵军 巴比尔和 苏波战争 等等等等 这个 大历史 大背景 起兵军 发生故事的这个 背景色 是个什么样的 这个 所以我觉得大家 很多朋友 可能已经都知道 多少知道一些 多少知道一些 我觉得这个 我只是想 我想从我的角度 个人的 极度个性的角度 来谈谈这个作者 和我与这个作者 和作者 作者所生活的 那些城市的关系 啊 这个 这个我想 这个 讲这样一个 一个话题 我呢 在这个 三十岁以前 翻译 巴比尔 起兵军的时候呢 我 没有出过国 当然 我也不可能 去过 巴比尔 这个 他成长 经历的 那些地方 啊 他成长的 那些城市 比如说 他的出生地 奥特萨 他念中学时候的 那个城市 尼古拉耶夫 他念大学的城市 基辅 和他在 他成名之后 所生活的城市 莫斯科 和圣彼得堡 还有 特别重要的是 他参加 起兵军的 第一起兵军的时候 池品战 战场 这个 这个池品战场 去这个 啊 这个 随着红军 第一起兵军 不穷的第一起兵军 这个 与波兰作战的 这些战场 古战场 我没有 我没有去过 呃 直到 1989年 90年 1990年之后 啊 1990年之后 我 我才有机会 啊 我才有机会 那当然 这都是后话 这个 呃 那么 这个 巴比尔呢 他这个 是有天赋的 啊 是 是是很有天赋 文学天赋 这个文学天赋呢 跟他所成长的这个环境特别重要 比如说 奥德萨 就是 我们在 没有去 去过奥德萨的时候 没有去过奥德萨之前 我完全不知道奥德萨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就是他曾经被人称作是啊南俄的汉堡啊就是因为这个东东乌克兰啊在历史上一直被称作南俄嘛那么这样一个港口城市他的这个到底这个城市的风光这个城市他的这个繁华他的语言他的他的这个乡村市景的气味啊 还有这个是什么样子我们完全不知道只有我去了以后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生长 啊这个这个洁白的这个雕像啊就是特别是我看到那个啊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在电影里波战舰波江金号啊所表现的那个长长的啊倾斜的台阶 大家如果看我看我这部电影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战舰波江金号的这个长镜头来描写这个视频那么在这个时候特别是还有那个叶卡金叶卡金的那二世他的雕像就是走到这个走到这个这个长街的镜头最顶端的时候 另外他的所有的街道犹太人生活的聚集地在这个地方那么到底是什么样子 因为骑兵军和这个他的另外一部小说集奥德萨的故事里面呢大量的篇幅都讲到了这一点都讲到当年的市井人生奥德萨的犹太人做生意所在的场景 以及特别是谈到他们讲到他们讲话的幽默感这个我觉得就非常的困难 因为巴比尔在他的语言里面俄语乌克兰语犹太语和当地的一些市井的谜语俗语全部都参合在一起 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体那么在这种语体我想对一个仅仅学过俄语甚至是懂一点英语甚至是懂一点德语 或者是意大利语的这个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要完全讲 那么巴比尔他这个从小学以后上了中学呢就表现出他特别强烈的文学天赋 写作天赋语言天赋这个啊 表现在哪里呢就是比如说啊他爸爸让他从奥德萨到基辅去 因为他父亲是一个经销商基辅是农机的经销商基辅有一个农机厂这个让他去看货 从奥德萨到基辅啊他的这个交通距离啊 搭乘火车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交通工具的距离是400多公里 啊巴比尔呢就把这个这次公差啊商务旅行变成了一次写生文学采风活动 他不仅去了农机厂啊而且呢还还看上了这个农机厂的这个老板的女儿 这个也就是后来他的第一任妻子叫格隆范 这个他去了以后没有这个完成父亲交给的看货任务 却写了一篇小说叫农机厂的老板而且呢还跟这个老板的女儿格隆范这个啊 谈情说爱这个格隆范呢当时是这个啊还是个中学生啊还是个中学生 但是呢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这乌克兰出画家 所以巴比尔对这个格隆范也是也是非常的这个欣赏 而这个格隆范呢对这个巴比尔觉得他这个大学生这个文笔优美啊 这个才华横溢对他也是一往情深 但是呢这连格隆范的父亲根本没看上巴比尔觉得这孩子什么都不会耍笔杆子 他根本没钱而且这么穷怎么怎么可能跟我的这个这个女儿去这个要要要要要出对象 这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后来这个后来巴比尔正式向格隆范的父亲这个这个求婚的时候呢就被拒绝了 哎这会儿巴比尔的个性就表现出来了 他就拉着格隆范俩俩人上了上了一挂马车俩人就直接从基辅奔奥特萨了 四百公里跑了 而且在这个一九一九年啊八月份他们俩还正式登记结婚了 所以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哈这个巴比尔他这个很有个性 他很有个性而且他这个对如何啊能够这个这个能如何能得到一个女一个一个女孩的爱 他是有有手腕的啊很有手腕 所以呢这个呃这个从这个一九一九年以后啊巴比尔和这个格隆范就逃离了基辅啊就一直他就一直把这个 这个格隆范呢这个跟他在住在那个他的他的老家住在住在奥特萨啊那个时候呢这个十月革命其实已经开始了十月革命已经开始了啊整个俄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动荡发生了巨大的动荡在那个那个巴比尔的老家也是红军和白军啊日夜作战这个风战战火四起生灵涂炭啊 俄国也是经济崩溃的一塌糊涂后来呢这个白军在乌克兰被击退之后被赶出了乌克兰这个基辅格隆范他们家的这个农机场就被红色的布尔什维克没收了 巴比尔亲眼看到格隆范的父亲啊格隆范的父亲整天惶惶惶不可终日捧着一个钱匣子他把所有的啊这个旧币都换成了外币啊这个美超啊马克啊还是什么东西这个捧在手里边到东躲西藏就躲这个布尔什维克的这个这个超没啊 所以让他看到就是实际上一个人在大革命兴起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渺小而且呢就是如同天空中的这个暴风雨中的一只一只小的小小的海鸟很可能很可能一到闪电就会被批僵下来啊这个批倒在地 所以这个其实巴比尔从非常年轻的时候目睹了俄国大革命的现状他就有一个啊个人的这么一个理想就是说如何能在未来啊未来的社会中啊站住脚所以呢在这个在这个这个嗯时间不长他就他就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就投奔了布尔什维克的 而且成为红军契卡成员那契卡就是呃就是当时有一个有到这是一个简称啊就是俄罗斯苏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诉清反和弥国和旗代工非常委员会这么一个简称 当然了当时还没有成立苏联这是后来的全程当时的称呼契卡很简单 就是肃清反革命委员会 也就是说 巴比尔在年轻的时候 非常年轻的时候 二十多岁就加入了 就加入了这个苏联秘密警察机构 成为苏联的红色特工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契卡就是后来 八十年代以后 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苏联的克格勃 巴比尔从他的家人 和他的个人的 对大革命的这个 目睹大革命的这个风暴 觉得如果 他能有一个靠山 按照俄语来说 如果他能有一个遮岩的屋顶 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生活才有保证 所以他当了这个红军特工之后 他非常的兴奋 因为呢 他认为他终于可以通过 新生的这个苏维埃政权 能够洞悉 真正在这个俄国所发生的一切 作为一个作家 作为一个想当作家的人 或者可以这么说 这个可以看到这个 真正的生与死 快乐痛苦爱情与幸 而如果没有这个 这身皮 如果不能做 不能当气卡 如果没有 当不上这个秘密警察 他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特权 去知道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 这个这么大的国家 所发生的一切 所以呢 就是他积极投身 气卡的所有活动 特别是 他参加了 我们可能学一些了解俄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他参加了这个布尔什约克红军的征量队 那征量队 哎呀就是 基本就是抢量队 他亲眼目睹红军 借征量为借口 对这个乌克兰的乡村实施 这个大规模的抢劫 所以那个时候 二十年代 在苏俄发生了大饥荒 那么 在 但是呢 他又 有极为 抵触和矛盾的心态 来看待自己这个角色 这个红色克格勃的角色 他认为呢 这个 布尔什约克的征量 是残酷的 以革命的名义 实施的抢劫 以革命的名义 实施的抢劫 是血腥的屠杀和对文明世界的一种毁灭 所以呢 他从一开始 在没有写齐兵军之前 他已经对 新生的 无产阶级 这个政权 产生了 这个非常强烈的怀疑 因为他看到了 这个政权所给世界带来的 愚昧 冷漠 残酷 肮脏 以及自己理想的幻念 因为他本来是 觉得这个 在大革命 成功之后 他要借一个强有力的靠山 使他自己能生活在一个 他所描绘的 一个美丽 和谐 理想的世界中 但是他觉得这个 他在做梦 他做了一场革命 巴比尔做了一场革命的大梦 因为 因为他 他在 他说他在写作的时候产生了幻觉 死亡如洪水猛兽 狂暴 迅猛而至 所以 所以这个他 他在这个 19年到20年 参加第一 红色骑兵军 当这个红色骑兵军 报记者的时候 他实际上 已经觉得 他不过是 再是气卡 再是秘密警察 他也是 云云众生中的一份子 所以 他也要去面对死亡 他也无路可逃 他只能 随波逐流 这就是 这就是他 在这个 早期 参加革命 和写下第一批 短篇小说时候的心态 啊 这个 这 里边有很多文字 日记中的文字 甚至是他自己 反思革命的文字 就直接 进入了他早期的 短篇小说作品 我们到时候 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 再去看一下 他的短篇小说里面 基本上 啊 是非常复杂的 这个表现年轻人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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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失啊 这个 但是又不能够 这个 妥协啊 这是非常复杂的心态 那么我们 那么后来我们就是 从我在这个 我在这个 这个 基辅啊 看到这个一些 他的博物馆 看到过一些比较 早期的啊 一些 一些这个 期刊 包括这个 骑兵 骑兵 红色骑兵报的一些 一些 啊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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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报纸 里边 实际上的 已经在 陆陆续续的 刊登 他所写的 巴比尔 巴比尔写的这 骑兵军的部分篇章 特别早就在 1923年到 1926年期间 在这个 啊 红色骑兵报 还有其他的一些 啊 文学小报上 登出来了 啊 当然了 后来全书 是到1926年 才正式的 出这个 发行啊 这个在 在在 才出版 嗯 那么我们 那个 再回 回插一段 就是刚才我说的 他 我我走过 他的这个 呃 他的这个 这个 嗯 几段路哈 就是他生人生中的几段路 就是比如说 啊 从这个基辅到奥德萨 从奥德萨到尼古拉耶夫 从尼古拉耶夫 啊 再回到奥德萨 就是 我我特别 有个感触 就是比如说 我从那个 尼古拉耶夫到奥德萨 啊 因为巴比尔是在 尼古拉耶夫读的中学 这个城市呢 距奥德萨90公里 是在奥德萨的这个 奥德萨的这个 嗯 北部啊 这个东北 东北部啊 一个一个小城市 非常小的一个城市 但是历史很悠久 历史非常悠久 啊 后来成为苏联最大的一个造船城市啊 三大造船厂 这个 我当时演的那个 到了90年代 依然是 啊 小路齐驱 尽管是从 尽管是从啊 尼古拉耶夫到奥德萨 有那种很破旧的长途汽车 啊 我坐了那个 这种破旧的长途汽车 这个颠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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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走在这个古老的 古老的路上 那个路已经修了有两 一千多年了 啊 这个路上 看着两边路两边农舍啊 苹果树园 樱桃园 就可以想象啊 当年这个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他也是呃 甚至在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他也是呃 经常坐着马车 往返于这个两个城市之间啊 两个往返于这个城市之间 当时的这个环境和我们 我后来所呃 这个沿着他生活的路路径所重复的这个路线啊 我觉得也几乎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变化 因为两边也没有现代化的工厂 也没有现代化大厦 甚至是没有更多的这种消费场所啊 人们依旧还是很平和 还是很朴实 这个那个地方呢 也还是很很很安静啊 正如他在小说中所描述的一样 啊这个鲜花 绿草 大海 还有这个啊 也许在这个 也许在这个背后 在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鲜花 绿草和大海的背后啊 突然就会跳出来 他他所写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奔克利克 那个那个 那个叫奥特萨的这个 打飞图啊 持枪抢劫店铺啊 同时又 这个大口喝酒 鸣铃大醉啊 完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幽默笑话啊 就登场了 这就是 巴比尔的给我们展示的 奥特萨的故事 骑兵军这个 这部小说呢 这个 出版以后啊 这个社会上立刻就 就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啊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 呃 为之震撼 一部分人呢 就认为啊 这个 这是横空出世的 一位苏俄年轻作家 所以呢 他们给了巴比尔很大的 很高的荣誉 演讲啊 作协会员啊 这个高搞仇啊 等等等等 啊 高尔基 对巴比尔呢 也是非常的 也是非常的看重 他曾经呢 在巴比尔 呃 去 开始写作之初 就给他很大帮助 我们大家都记得 高尔基曾经 要把 让巴比尔 走向人间 不要埋头于书斋里的写作 没有 高尔基告诉他 没有生活是不可能写作的 如果没有行 没有行万里路啊 仅仅读万卷书 也是不够的 所以呢 巴比尔一去人间 就是七年啊 曾经有这样的传说 也有人对巴比尔 恨之入骨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 比如说啊 这个苏联 苏俄 这个第一红色骑兵军的军长 布琼尼 就非常讨厌 这个骑兵军 看了以后 特别不高兴 就觉得 他没有把红军战士 写的 写的形象 光辉灿烂 啊 这个 这个 英勇善战 而把他们写成了一群歹徒 啊 写成了 写成了乌合之众 写成了这个 啊 写成了这个 完全不是红 不像红军战士 而像土匪的 啊 这个 这个 这么一群 这个 这个 令人厌恶的 厌恶 他有一句原话 在当时 他说 我要是见了巴比尔 我就要 拔出我那把军刀 像剁白菜那样 把他给剁了 啊 就当时 啊 作为 作为这个 苏俄 最高军事 啊 统帅部门的 其中的一位 一位领导 对这部作品 啊 持的态度 愤怒啊 极度的愤怒 后来 啊 高尔基 啊 专门来出面保护他 啊 协调 斡旋于 他和不穷女之间 甚至和 斯大林之间 啊 因为 巴比尔的小说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 这个 啊 历史的这个真实 就是他 在小说里边 非常 啊 非常 非常客观的描述了 托洛斯基 啊 对 啊 这个 苏俄 早期 啊 苏波战争 和其他方面的贡献 我想这是斯大林 所不能饶恕的 特别是 在1938年之后 啊 他 他的这个大清洗 走入了这个高峰之后 对那些曾经 歌颂过他敌人的人 啊 他是要拿出 威严的 啊 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 那么 啊 这些年 这个 啊 在 在 在苏联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有很多 啊 评论家 啊 研究学者 来这个谈到 来谈到巴贝尔 呃 对他的 创作 对他的作品 特别是对启兵军 有大量的书评 有大量的研究文章 啊 研究文章 我觉得都 写得很深刻啊 有的 啊 有的就是 啊 分析的也是非常的 越来越透彻啊 对他的这个作品 这个在当时呢 就是苏联文学 对在当时苏联文学 文学史对 啊 对这个巴贝尔 起必军之字不提的时候 我们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 问过老师 老师说 啊 告诉我们那苏联文学史 专 就是这个 专家们认为 这个 巴贝尔出了这个小说出了政治问题 就是诋毁苏联 红色骑兵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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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的描写 苏波战争中的这个 红军的历史地位 形象 这个之外 还有就是说呢 啊 巴贝尔的小说呢 过于低俗 有自然主义和色情主义的倾向 同时 漠视啊 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位 这些啊 这些这个特点啊 今天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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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 我承认他里面其中几点 第一啊 我承认他 这个 没有把这个 没有把这个 呃 苏联骑兵 第一鸿 第一骑兵军的群像啊 作为这个书 欧哥的对象 是因为这部书的啊 这个 我觉得这部书的概括呢 把它 归结为 这个 战壕文学 而不是一个全景式的一个 一个史诗性的文学 那么战壕文学就写到战壕中 每一个士兵 甚至 甚至每一把枪 甚至每一把军刀的故事 呃 这是第一 那我觉得这个 呃 巴贝尔 可以说是在苏联时代就已经崛起的 自然主义小说家 确实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而且我认为他就是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 他受到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 佛罗拜 波波桑 还有其他人啊 还有其他人的影响 而这个 形成了自己对 这个文学的主张 嗯 所以呢 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 呃 当时他被批评 被斥责 啊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受到的这个精神压力之大 先不说他的作品的 受到批评之后的 这个这个 这个方面 就是个人所受到精神压力压力之大 完全可以想象 那么 刚才我们讲就是他 齐宾军出版之后 受到读者的欢迎 受到齐宾军出版之后 受到广大的欢迎 同时 啊 呃 就是 就是不仅仅 不仅仅这个读者中 不仅仅有红军 啊 你看 不仅仅有红军 还有白军 啊 白军也爱看 这个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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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啊 当年就有一个评 有一个评论文章 曾经谈到过 齐宾军刚出版的时候 对白军和红军 两个阵营都都曾经啊震撼过 因为这个啊 大家第一次通过这部小说知道啊 原来红白两军内战时啊 和波兰军队作战时啊 没有人啊 不犯下烧杀抢掠的恶行 从这点上看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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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 苏联红军的这个 另外一个领袖 托洛斯基 这个 也承认啊 说巴贝尔的起兵军 是对红军 甚至是白军 最 具有最客观的描写 那么从 这个意义上看啊 布尔什维克这个 理论家托洛斯基 就 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家托洛斯基 就这个 在评价 巴贝尔作品的时候 跟这个 这个 这个 红军 骑兵军 军长 就只会耍大刀的那个布琼尼 就真的就不是一个层次 啊 就是 就是 同事啊 同事这个 军事首领 层次 那就完全不同了 这个啊 巴贝尔这个 骑兵军 给巴贝尔带来了特别高的声誉啊 我们大家 知道这个 呃 苏联一向啊 苏联一向对他的作家 特别是取得了重要成绩的作家 一向待遇不菲 一向待遇不菲 啊 莫斯科 莫斯科市 苏维埃政府呢 在莫斯科市中心 给他分了一套很漂亮的住房啊 让他和他的太太啊 那个画家太太 哥龙范 两个人住在那里 我这次呢 前不久呢 就是 我还接待了啊 这个从俄罗斯来的那个莫斯科 文学基金会的主席 他也是苏联作家 老苏联市的作家 这个我就问他一句 我说 当时你们这些住房 分配的这个住房啊 这个除了住房 还有什么 啊 他说还有很高的工资 苏联 苏联作家还领工资 所以我想到巴贝尔那会儿 除了市中心给他的一套房子 他还有很高的工资 而且 他还有很高的稿费 所以巴贝尔在那个时候 生活是非常富裕的啊 待遇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 也 在 在这个 二十三十年代啊 二三十年代 也写过 不少 歌功颂德的文章 发表在政府 官方的报刊 党报上 这都是事实 那么 这个其他方面 啊 他 大作家进了城了 啊 大作家进了城了 生活优越了 地位不同了 讲话的分量也不一样了 所以呢 他的这个 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 巴贝尔进了莫斯科之后啊 这个 家家庭 巴贝尔进了莫斯科之后 生活非常好 他的太太呢 也不用上班 整天呢 就是沉沉 沉浸于他的美术创作 巴贝尔呢 这个时候啊 就 竟然悄悄的就有了婚外情 他爱上了这个 莫斯科一个年轻的舞蹈演员 卡瑟琳娜啊 而且呢 还去和卡 而且他还和卡瑟琳娜同居了 搬出了自己的家 这个当然后来闹得非常的 这个漫成风雨 因为格隆范的吃了以后就不就不干了 呃 闹的 闹的坐鞋 啊 而且还据说还动了手 这个 巴贝尔的还 这个这个赶快啊 向他赔礼道歉 因为那时候压力很大 他是正面形象 他是正面形象压力很大 所以呢 这个呃 这个事情闹的那个闹的闹得不亦乐乎吗 但是 格隆范 不答应 而且呢 一甩手就走了 去了巴黎 这是巴贝尔遭遇的第一次婚变 啊 这个 正好就在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 他正在写 他那个第二本书 啊 就是我们后来大家所知道的短篇小说集 奥特萨的故事 这是1926年到1928年29年这个期间啊 呃 他太太走了以后啊 这个巴贝尔的这个 这个巴贝尔很郁闷 所以他就埋头去写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作品 奥特萨的故事 在此期间还穿插了一个 还穿插了一个这个 苏俄著名导演的艾森斯坦拍电影 希望把巴贝尔这个 奥特萨的故事里的一篇叫本克里克的故事呢 改编成电影 而且呢 这个就由巴贝尔自己来改编 改编成电影剧本啊 呃 但是呢 特别的不不走运 就是在这部电影已经改编成剧本 甚至啊 已经准备 这个 开拍的时候 啊 这个 艾森斯坦接了 国 啊 这个 这个 呃 战舰不将金号 啊 战舰不将金号是政府 要求这个 官方 这个不战舰不将金号 开拍之后 艾森斯坦没办法 只有 让 别人 来这个指导 巴贝尔电影 当然 这个本克利克的故事是拍出来了 呃 但是呢 呃 大家知道当时苏共乌克兰第一书记卡纲组维奇看了样片之后 觉得这个 故事 作者和影片的主人公都是犹太人 非常不好 啊 这个 这么大张旗鼓的去放这部电影会引起苏联的反游情绪 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对 对安定不利 于是呢 这部电影基本上就被这个苏苏联给苏联政府给枪毙了 好吗 但是我 我虽然看过这个电影的 虽然看过这个电影的片段 啊 但是我也觉得呢 这部喜剧到匪道片啊 这个有一种很不祥的感觉 我觉得他在暗示巴贝尔后来的结局 就是说 在后来一九四四零四一年 四零年四一年 巴贝尔被这个秘密警察啊 这个 逮捕啊 这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 巴贝尔写作写小说写电影剧本的过程之中 大家别忘了 巴贝尔依然是苏联啊 是苏联秘密警察 所以你们可以想见 一方面穿着苏联秘密警察的军服 坐在台子上 书桌上 写着骑兵军 写着奥德萨的故事 这样震撼人心的 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的小说 这是多么分裂的 一件事 一九二七年呢 这个 也就是说 在奥德萨的故事 基本上 有了一个 写作有了一个 大概的轮廓之后 巴贝尔突然接到了 苏联秘密警察的任务 就是让他到欧洲去 因为在十月革命之后啊 十月 现在叫十月政变啊 这么说 在此后呢 就是有大量的苏俄的知识分子 作家学者 这个律师啊 白俄 这个教会的这个神职人员啊 大量的这个流亡西方 那么 政权 苏俄政权稳定之后啊 这个 斯大林啊 还有这个苏俄 苏共的其他的领导人 有一个啊 回召唤回归 让知识分子回归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么一个 召唤流亡的 这个有这个叫 或者叫有才华 有能力建设 新的苏联的这些 这些人员的回归 这么一项运动 那么当巴贝尔的正好 首先他和西方的 知识分子关系特别好 他和法国啊 德国 甚至是这个甚至是其他意大利 当国的作家关系特别密切 所以呢 呃 当时秘密警察派遣他去西方啊 与知识分子 西方知识分子进行啊 这个进行这个沟通 说服当时流亡在西方的一些 做著名的作家回归 其中包括高尔西 呃 那个时候呢 他 所以他就去了西方啊 他就准备到欧洲去趟 到欧洲去趟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一方面是完成 克格勃所交给的任务 秘密警察所交给的任务 另外呢 就是他要顺便去到巴黎 看看他离家出走的老婆格龙范 因为那个时候呢 格龙范这个住在巴黎 而且他的母亲和姐姐也住在比利时 正好呢 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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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手 这个楼草打兔子都可以 都可以去探访一下 那么在他对外只说去探亲 当然他不会 巴黎范不会啊 去说到我 我去完成克格勃交给的使命 跟知识分子进行勾连 那是不会的 所以他这次他去欧洲的这个旅行 基本上没人怀疑他啊 他就顺 非常顺利的出行了 不在他去欧洲的这个过程之中 巴黎范又出了事 因为他在柏林 遇到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女人 就叫伊弗基尼 这个是在绝大多数研究 巴黎范的文章啊 史料 这个这个档案 甚至是甚至是当代 我们所写的文学史中 没有涉涉及的啊 这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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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伊弗基尼这个人可不简单 这个女人啊 当然外表非常漂亮 很迷人 据说他的据回忆文章写到啊 他的其他苏联作家的回忆文章有提到 他的身段和身影连斯大林都觉得非常好 为什么斯大林也知道这个女人也认识这个伊弗基尼 那这里就更有故事了啊 这个我们且听我们慢慢讲来 慢慢到来啊 这个伊弗基尼他的他的丈夫是苏联外贸部的一个官员 这个叫格拉东啊 所以伊弗基尼叫伊弗基尼格拉东这么一个这么一个 因为婚后俄国人是随丈夫的这个这个这个姓吗 是吧 呃 他在这个柏林见到见到这个伊弗基尼之后 哎呀 两个人就就是共同语言很多 于是就又是同共同来自苏俄 所以呢 在异国他乡很投缘聊得好啊 酒喝得好啊 当然后来啊就是也住在了一起到柏林一家酒店啊 继续把酒言欢 这个 伊弗基尼的这个 呃 伊弗基尼他非常的愿意和这个文化名流打交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文化名流呢 呃都很时尚 他们出入高档会高档场所 接待的都是名人啊 这个贵族 而且呢 灯红酒绿 收入不菲 住的又是国家分配的这种 这种 呃 这种豪宅 是吧 所以 他就把巴比尔呢 就把巴比尔当作自己时尚消费的啊 这个这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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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踏板啊 他认为通过巴比尔他可以认识更多的人 而且巴比尔本身也是大名人 而且他的生活也很宽也很不错 为什么不跟他多交往呢 当然我们会说他父他老公都是苏俄的这个外贸部的官员了 哎 这就是啊 这就是虚重心 而这就是贪欲 这是这是这是没办法的 是吧 而且呢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伊夫基尼不仅仅是跟巴比尔有这种关系 他跟马亚克斯基啊 跟其他的这个苏俄的这个作家诗人也有类似的关系 所以呢 这这这巴比尔又遇上这么个事 前面刚说完是个年轻的舞蹈演员 现在又遇上了一个伊夫基尼 这个伊夫基尼啊 这个这个这个两个人在在柏林柏林这个这个 克格勃的公屋在身 又跟这个伊夫基尼啊 在柏林缠绵数日啊 这才呢 这个玩了几天以后才匆匆的告别去了巴黎 啊 在巴黎呢 他见到了离家出走的格隆范 就是他的太太格隆范 那这个 呃 当面澄清说他已经和卡舍琳娜 已经完全断交 希望继续和太太生活在一块 而且呢 这个呃 还准备把他母亲和姐姐都从巴 从比利时接到巴黎来 让全家大团圆 啊 全家大团圆 这个 生活在一起 但是啊 公众犯就问 那你来不来 巴比尔 没法回答 因为他 因为他心里知道 巴比尔肯定是不能来的 因为我们上面已经说过 巴比尔是秘密警察 巴比尔是柯格勃 巴比尔公务在身 使命重大 他怎么可能移居国外 怎么怎么可能呢 所以他在法国一直待到1928年 待了一年多啊 到28年10月 这个 这个打点行装 就要回莫斯科 因为这个时候啊 莫斯科又有新的任务了 他必须去给他这个 他必须去去述职领受新任务 这个 也有人说啊 当时 因为这个 他的夫人格隆范的一年之后 给他生了女儿 全家确实有要留在巴黎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想法 但是呢 巴比尔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第一 他如果留在巴黎 就会失去他在莫斯科的高收入 高稿筹 甚至是 这个 莫斯科的豪宅 什么都没有了 他在巴黎就要靠卖文为生 要堕入 非收入微薄的这种境地 他受得了吗 所以呢 而且他要 他要去接受 要一定要去接受 长期侨居国外 国内的读者 国内的关系 逐渐将他淡忘了这种危险 我想最重要的啊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啊 苏俄秘密警察 这个有关这个高层 不不太会让一位啊 这个自己的这种专职人员留在国外 如果留在国外 也是有条件的 所以呢 巴贝尔思前 想后 决定 这个 还是不能 移民 不能够到海外生活 决定返回苏联 这是1928年的事 1928年的10月 那么 这里 这时候他又和家里发生了冲突 因为格隆范不想回国 只想住在法国 住在巴黎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 所以他们 他们的生活 我觉得没法 这没法继续 果然 就是 巴贝尔回国 也不能常来 他夫人又不愿意去莫斯科看他 这样时间一长 他们两个人都厌倦了 巴贝尔 他们不可 因为他们 因为 因为这个两地 两地生活 两地恋 两地情感 本来就是一种非常 非常大的煎熬 又是一种巨大的考验 巴贝尔果然不行 他不能够选择 不能够承受这种考验 和这种煎熬 于是在1929年 1929年 他决定离婚 所以他在1929年 就和格隆范 办理了离婚手续 顺便再说一下 就是28年10月 巴贝尔在从法国回 莫斯科的 这个 之前 还 转 顺便去意大利 办了个事 干嘛呢 又 又 去意大利完成的是 最艰难的一项任务 啊 就是 就是 去说服高尔基回国 他在自己的一篇 不是在 曾经去过 有这个记载说 巴贝尔曾经去过意大利 说目的是 说服高尔基回国 这是克格勃 苏联秘密警察 交给巴贝尔的一个重要任务 当时呢 高尔基住在意大利 那个卡碧岛 呃 这个 高尔基又是巴贝尔的文学 文学教父 所以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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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贝尔 来了以后 看到他以后 呃 就是高尔基特别高兴 因为高尔基那会儿也很痛苦 第一呢 这个 高尔基的书不能在 在国内受限制 西方不出了 没有稿费 生活很窘迫 哎 高尔基一来传 向他传达斯大林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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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 希望他能回国 高尔基特别高兴 可 就就就就就说实际上 不就就说我愿意回去 请你转达 有关部门啊 我不会 长期的这个滞留在意大利不归 所以呢 就是高尔基 呃 很痛快 当面就答应了巴贝尔的请求 说我要回国 我不会在 法 呃 意大利待很久 那么 巴贝尔特别高兴 他立刻就 写信 啊 就 就就就就 完了以后呢 回回国之后 汇报工作的时候 说是他成功的啊 劝说那个文学之父 高尔基 苏联文学之父 伟大的 呃 这个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高尔基返回苏联 返回祖国 啊 这个 但是但是也有人批评啊 说这个事其实跟巴贝尔 没什么关系 因为高尔基 跟他在意大利 就是28年 十月份见面的时候 已经决定回国了 因为他混不下去了 实在待不下去了 太痛苦了 呃 所以 有有过这样不同的说法啊 呃 只是说 巴贝尔到来 让 只是说巴 让巴贝尔到来 到意大利来劝高尔基的时候呢 高尔基 给了这个巴贝尔一个面子 实际上那也就是说 呃 这个巴贝尔来劝他 呃 这个让那个高尔基也顺坡下驴就答应了 所以这个1932年 高尔基呃 终于返回了苏联 而且对这个巴贝尔还是很关照 就是顺便说一句 就是 呃 真的巴贝尔对高尔基是真好 是真爱 真爱高尔基 而且在巴贝尔面前 任何人都不能说一句 把高尔基的不是 高尔基做的再不好 都不能批评他 而且这个巴贝尔还写过 呃 一篇散文叫 叫这个 高尔基送 就是啊 作为 高尔基作为他的文学教父 是他心中永远不可磨灭的 啊 高大上的人物 呃 那么 巴贝尔在莫斯科回回 又1938年以后 1928年他回去以后 在莫斯科继续风光 继续风光 风光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 1933年 啊 高尔基回国之后 亲自把巴贝尔介绍给了斯大利 啊 告诉这就是 从奥特萨来的 啊 这个年轻有为的 年富力强的这个 你这个作家 写过齐兵军 写过奥特萨的故事 写过什么什么什么 等等等等 但是呢 这个 嗯 这个这个 苏联作家 这个好像跟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我们周边的人物不太一样啊 呃 这个 巴贝尔不喜欢斯大利 见面之后谈了几句就非常的划不脱鸡 斯大利呢 也很不喜欢巴贝尔 呃 所以呢 这个 两个人就没什么好感 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恶感 但是啊 但是巴贝尔其实心中的从那个之后心里边有对斯大利有有有有有一点 觉得很恐怖 啊 这个这个是因为他去这个巴黎的时候呢 巴贝尔去巴黎的时候见到了那个最有名的俄国的歌唱家 叫沙里亚宾 沙里亚宾 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这个这个歌唱家 他他流亡到巴黎之后生活非常的窘迫 生活非常窘迫昏不下去了 所以他就希望斯大利能说句话 让他也能够叫叫怎么说呢 呃呃至少是表面上荣耀而归啊 不要那么灰溜溜的啊 斯大林听了巴贝尔说说完之后 就告诉他说沙里亚宾回不回国不是我能决定的 只有俄国人民能决定 斯大林说沙里亚宾回不回国只有苏联人民能够决定 这话基本上就是告诉他 甭想 所以巴贝尔 巴贝尔心心里说我 我差点我差点也移了民 幸亏没有移民 万一要是移民 我这辈子也甭想回来了 所以沙里亚宾后来根本就没有回国 就没有回城 就克死他乡了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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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 就这一句话 让巴贝尔心中 就落下了巨大的阴影 这个心里面积可大了 就是他觉得 这个 这太可怕了 其实 你就 其实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斯大林 要邀请了很多在巴黎的名人 回 回到苏联 比如说 普宁 我们所知道的 诺奖 或者 还有其他的 有名的 苏联在文化界 知识界的 这些 一些 一些作家 学者 律师 等等等等 但是 但是啊 他一句话 也可以叫这个人啊 永远的死在国外 所以他当时觉得很恐怖 啊 巴贝尔回到莫斯科之后呢 这个国家的形势 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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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在三十年代 啊 进入三十年代 三十年代 苏联国家最高 最高机构 形成了三套 党和国家的三套马车 这么一种 一种势力 他们 就是 就是有三位 高人 名人啊 统率着整个苏联的进程 国家的进程 因为毫无疑问 斯塔林 还有摩洛托夫和叶若夫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 啊 斯塔林就不用说了 摩洛托夫掌管 这个摩洛托夫是掌管外交 啊 掌管外交事务 而叶若夫是苏联国家 政治安全 啊 掌握着这个政治安全的生杀大权 也就是 他是苏联国家 叶若夫 是这个 呃 先是 在这个二九年的时候 是苏联人民农业政治委员会 农业代表 也就是农业部长 呃 三四年的时候成为苏共中央委员 到这个三八年的时候呢 就已经成就成为了这个苏联国家秘密警察的最高领导人了 最高领导人了 啊 呃 斯塔林很赏识他 因为他觉得 叶若夫既不是列宁的人 也不是托洛斯基的人 所以他比较安全 拥有这个人比较安全 但是叶若夫呢 这这个什么都好 却就是这个文化程度太低 他是彼得堡的一个工人 家庭出身的 小学文化程度 而且 酷爱喝酒 啊 酷爱喝酒 经常因为喝酒耽误事 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还不算 但是叶若夫怎么和巴贝尔有了关系呢 啊 是这这这说来可笑 这个 叶 伊弗基尼亚 我们刚才说 巴贝尔在柏林 与之有这个一夜情的伊弗基尼亚 啊 回到莫斯科之后 就跟他的当外贸官员的丈夫离了婚 嫁给了苏共高官 叶若夫 嫁给了苏联秘密警察的头子 啊 因为他想找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靠山 叶若夫可以充当这个角色 巴贝尔之所以跟叶若夫有关系 有两个原因 第一 他跟伊弗基尼亚 依然啊 还 依然有很 依然有瓜葛 第二 他通过 伊弗基尼亚 想认识叶若夫 为自己寻求一把 坚实有力的政治保护伞 因为别忘了 巴贝尔 再说一遍 巴贝尔是苏联红色 秘密警察 他必须在他的行业内 找到啊 最强有力的靠山 使得他能在这个行业里头 立于不败之地 从从那个文学的角度讲呢 巴贝尔认识这个叶若夫 还有他自己的一份私心 就是他一直想构思一部啊 呃 长篇小说 是主要是 那是一个要要以国家高层人物为背景的 这个侦探侦探作品 所以侦探作品 其实我觉得 依然是他的那个原始风格嘛 就是 齐平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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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格 风格不变 但是呢 把他的这个视角 转向 呃 新生的这个苏联政权啊 也就是从1924年 1924年 呃 1922年到这个 1932年 这个过程之中 苏联所经历的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和这些惊险的重大事件啊 写这样一部小说 这部小说呢 这个他很少 巴贝尔很少提到 很少有人知道啊 实际上在齐平君啊 奥德萨 奥德萨的故事 两部小说集之后 巴贝尔巴贝尔要立志 发誓要写一部长篇 那么这部长篇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啊 一部带有这个反 呃 反间背景的啊 反间 侦探背景的小说 啊 这个 他很少跟人说这个 说这部作品 这个呢 还是在科克伯秘密答案里边 他被捕 被抄家 被 呃 所有的手稿 被没收之后啊 这个流出来的直言片语啊 因为这部小说涉及到苏联国家秘密警察的一些 当年的一些机构啊 这个一些人类 一些重要的人物 他的领导人和他的特点背景啊 这样的 呃 部作品的主人公 预计可能就是叶若福 啊 呃 当时巴贝尔只跟他的朋友透露过小说的名字啊 叫 罗斯托夫的秘密警察 啊 罗斯托夫的秘密警察 呃 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 那么一个作品 但是这部作品呢 到巴贝尔 这个去世啊 被处决以后 也没有发现 啊 那么我们想的那个 十几 麻袋的这个 这个手稿啊 肯定就是这部小说的这个 最原始稿 呃 一九三三四年呢 就是巴贝尔回到莫斯科啊 以后又生又一直在写作 一直到一九三四年 三四年呢 嗯 成了巴贝尔一个重要的年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啊 巴贝尔啊 他认识了莫斯科的一个地铁工程师啊 比洛斯科吧 那么 两个人在 这个 嗯 这个 相处了这个 两年以后啊 一九三四 一九四 一九三四年 他们这个 相处一段时间之后 在一九三四年 他们他们两个人 终于啊 结婚了 这是他的 又一次的婚姻 啊 又一次的婚姻 这个 这是 这是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呢 就是 那这个 巴贝尔的文学靠山 他的文学之父高尔基 在 我们也 依然 我们依然还要 让诸位 呃 听众朋友别忘了 就是 巴贝尔不管怎么样 他的真实身份 是苏俄秘密警察 而且 他在 结婚之后 依然和 伊弗基尔保持的非常 密切的联系 啊 这个 这个 是 非常 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一件事情 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啊 我们后面 就可以提到啊 呃 这个 巴贝尔 叶若夫呢 他当上了这个 苏 苏联的这个 秘密警察的投资以后 啊 他虽然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虽然是工农出身 没有文化 但是 但是因为他身居高位 身 所以他身边的 经常聚立一批社会精英 啊 比如说 这个 苏联英雄啊 什么这个著名作家呀 这个 还有这个演员呢 歌星啊 一大批 他们家里边呢 这个 他们家里边呢 还搞了一个文化沙龙 这个沙龙也都是苏联各界的名流 啊 经常到这个沙龙来 类相聚来这个唱谈啊 这个沙龙的主人 女主人啊 伊弗基尼亚 所以大家可以想见 这是多么的有趣的一件事啊 这个 那么在通过这个沙龙 巴比尔这个沙龙 巴比尔和这个 既跟伊弗基尼亚 可以经常见面 又可以巩固和发展与叶若夫的关系啊 同时呢 这个伊弗基尼亚 对巴比尔也是非常照顾的 比如说 伊弗基尼亚 在叶若夫的这个斡旋之下 进入了当时很有影响力的一家杂志 叫苏联建设 他当了这个杂志编辑之后 就把巴比尔安排在杂志做专栏作家 每个月给他开数目相当可观的稿筹 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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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有意思 对吧 还有就是说 这个 呃 巴比尔这个进入了他家的他家的这个沙龙之后 居然有一次在沙龙上 见到了斯大林 斯大林是突如其来的 这个 呃 到这个沙龙来拜访 而且呢 那么 呃 所以说就苏联有一位历史学家 叫毕多罗夫 那他我看过他的一些 他提供了一些资料啊 他就是他他说呢就是实际上从这个巴比尔参加了叶若夫家举行的这个苏联名人沙龙以后啊那么这个沙龙里的所有人都在啊苏联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下了啊包括巴比尔本人最到了一九三九年的春天的时候其实苏联的内务部已经基本上掌握了巴比尔的所有资料啊所有资料 但是但是但是这个但是这个这个呃因为到底是因为哪一条资料要对他下手进行逮捕啊这个众说纷纭啊这个众说纷纷啊这个更多的说法是因为是说巴比尔和叶若夫的关系 因为把因为这个这个因为巴比尔和他的关系呃因为巴比尔和叶若夫的关系非常接近叶若夫出事 叶若夫出事啊都不断的这个还有沙龙的其他人也不断的出事 比如说契卡洛夫啊他们沙龙中的最最有名的苏联英雄和这个呃战斗机的试飞员就神秘的啊死于一场事故啊 后来叶若夫也被捕叶若夫给你啊被叶若夫被捕之前被送往了南方啊被自杀啊 你看这个沙龙后来就发生了非常非常天翻地覆的这个这个这个变化啊 也有这个史学家认为就是出卖巴比尔的指头是叶若夫 因为因为这个叶若夫知道啊巴比尔和这个叶弗根尼亚两个人之间这个早有这个这个这个瓜葛啊 啊这个关系早就存在而且已经多次被叶若夫发现 虽然他嘴上没有说但是呢呃那是因为他要这个面子吧 但是呢叶若夫在被捕之后对巴比尔的检举和揭发是是是是最有是是最大力度的啊 别人都比不上他呃那么他他也是这个呃 特别是他把他巴比尔和他老婆之间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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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啊 列入啊苏联间谍行为啊列入苏联间谍行为 而巴比尔身份呢又是苏联苏联的秘密警察 所以这个所以内务部对巴比尔后后期的调查就特别的周密系统 一直到1939年终于这个苏联内务部下达了这个斯大林直接签字 内务部直接这个下达了逮捕巴比尔这个这个命令啊 39年呢这个巴比尔是从作家作家村啊苏联分给他的一套别墅在别列吉尔金诺作家村给了他到别墅在别墅里被逮捕的 当时他的夫人呃比罗斯科娃住在市里边啊 紧密紧拿先去了他们家 夫人说他不在他在别墅 于是又跟着克格勃的汽车到了莫斯科郊外的别列吉尔金诺别墅 这个别墅里边呢 逮捕的巴比尔当时巴比尔还认为只不过就是调查而已 所以他还很轻松走的时候呢 还跟他啊夫人笑着说这个很快就会没事的啊 同时带走巴比尔的时候呢 还带走了他所有的啊写作的这个笔记本手稿和资料啊 据说有十几麻袋啊这么多 那么我们就那我们这个啊巴比尔这个故事呢 就是他的他的这个人生经历呢 就要走到了这个走到了尽头了啊 这个嗯 嗯我们看过一些在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公开了这个呃 当年苏联最高法院审讯巴比尔的一些记录 巴比尔在这个呃法庭上就说了他在三十年代最后的几年 里边一直埋头写新的长篇小说 就是刚才我们上面说到了那部小说 嗯 他 否认他一他说他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间谍行为 而且呢 他还请求法庭 一九三八年 呃 一九三九年的时候 他还请求法庭这个让他把新书写完 在我知道就是呃他在狱中的时候呃这个 受到了这个言行 拷打啊 这个是挺非常残酷的 非常残酷的呃 他很难招架一个作家啊 很难招架这样的这个呃酷刑 所以他写了写列了一个十个人的名单啊 这个十个人的名单就是当年苏联最有名的呃文艺学家 或者是叫文化工作者 包括作家导演演员呃剧作家名单 其中作家名这个名单里就包括我们知道的苏联著著名作家艾伦堡啊 就写人岁月生活那个那个作家哈 但是呢 我觉得艾伦堡真的是一个很有大爱的人物 艾伦堡就是在巴贝尔这个入狱期间还曾经到监狱里看望过他 而且他们俩之间就还曾经有过一段很有这个意味深长的对话啊 就是说这个 这个艾伦堡就问他 就是你为什么明明知道叶若夫这个人很危险 可是呢 呃 你还 你还 你还要去跟他们去接 跟那个叶若夫夫妇去接触 用你自个人命去冒险 用你的命去做这么一个游戏 巴贝尔当时就笑 他说我只想解开一个谜 我就说我们就我就一直在想嘛 那么他巴贝尔所说的这个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谜 也许这个谜跟他的这个写作是分不开的啊 就跟他写这个新的长篇小说 罗斯托夫的秘密警察是分不开的 因为要写这个秘密警察 所以巴贝尔的必须保留一份非常强烈的好奇心 而且需要亲身亲自去跟这种秘密接近 去亲近这个秘密 也许呢 也许巴贝尔正是因为这个秘密啊 这个秘密 这他就 为了帮为了为了冒这个险 为了冒这个险 为了解开这个秘密 宁愿以生命为代价 我想这个可能就是这样的 而且这个你看我们作家协会苏联老作家啊 前几年才去世那个伊斯康德 他就跟我说过 他说 其实巴贝尔啊 老作家伊斯康德其实跟我说过 他说其实巴贝尔完全可以避开避免那次牢狱之灾 避免那次这个呃 那次酷刑啊 也更不必被枪毙 巴贝尔入狱不久呢 这个苏联秘密警察的头子 叶若夫啊 也被捕入狱了 在此之后呢 苏联大概有一百五十万啊知识分子被捕 其中有一半人遭到了枪决 这就是呢 巴贝尔被捕之后的当时大的背景 大的环境 这个有些很多细节啊 我们认为呢 这个在发生在巴贝尔身上 并不比他的起兵军啊 里边所描绘的一些细节逊色 非常震撼人心 比如说我读到这些呃 读过那些这个一些细节哈 他这样就是呃 他这样写的就是说那叶若夫就是被呃 被带就是巴贝尔在逮捕 被捕之前曾经问叶若夫说我有一天万一我被捕了 克格勃会拿我怎么样 我该怎么办啊 这个这个话我觉得问的特别接地气哈 就是他 我们巴贝尔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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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呢 就是讲到了现在啊 基本上已经进入了尾声啊 进入了尾声 我们就是啊 1940年的时候啊 1940年1月这个1月27号 1月27号这个巴贝尔这个在苏联最高法院被判处死刑 执行名单是斯大营亲自签署的 啊 这个 他的这个死刑的执行具体的执行人是莫斯科卫戍区的卫戍警长 布洛欣啊 这个人呢 我们有时间 如果有这个克格勃的主题 我们可以专门担谈啊 他是 就是这个处决苏联文化名人所有名人的专职柜子手啊 这个 这个在 这个 1月27日 1月27号啊 这个 巴贝尔执行死刑 他的这个尸体呢 他的遗体葬在莫斯科顿河修道院 时隔9天 就是1940年2月4日 这个曾经作为巴贝尔政治保护伞的强人 苏联秘密警察的头目 叶洛夫也在同一地点 对枪毙 但是他就葬在了一个很杂乱的一个大坟场 乱葬岗啊 没有给他单独立碑 立墓穴 做墓穴啊 就是 这么一个状况 那么也就是说呢 啊 巴贝尔的医生 作家 及这个作家 啊 记者 红军 秘密警察 啊 这个 为这个医生啊 他非常的神秘 他的生活也很急促 他的人生也很匆忙 结局啊 也很残忍和无奈 但是呢 他留给了我们这部 启兵军的作品 我们刚才 啰啰嗦嗦嗦 讲了一个这个 他的人生故事 是想让大家知道 在 那个时代 嗯 不是 不是这个 人都不是那么一个很单纯的啊 或白或黑啊 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个 非常模糊的这么一种 静地之下 为了寻求 啊 为了寻求这个 呃 有一个安逸 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啊 为了勾为了勾起相对稳定的人生 那么作家也是一样啊 作家也是一样 呃 另外呢 就是我们呃 再简单的谈一下 这个启兵军啊 这个启兵军呢 这个呃 对我来说啊 刚才讲了 就是说 他有特别深厚的情感啊 对这部小说 有特别深厚的情感 一个是呢 就是 嗯 我曾经在这个 呃 八十年代末啊 翻译过这本书 一呃 一九九一年 出版了第一个版本 啊 当时 呃 是列入了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文学经典名著 这个版本 呃 那么就是 在 一九二零一六年 又出了第二个版本 中间隔了大概二十多年 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那么 是不是就可以说 这个一生就读了这个 我就说 有时候开玩笑 说这一辈子读了这一本书啊 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实在是 这部书实在是 呃 太值得大家读了 呃 就是 以巴比尔的这个才气和成就而说呀 呃 他可以 绝对是可以排在这个 齐科夫和普宁之后 呃 是呃 老作家 苏联老作家 伊斯康德尔说的 啊 伊斯康德尔说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 呃 特别至高无上的一个评价 啊 就是 当然这个认同巴比尔是文学大师的 不是他一个人 不是这个作家一个人 呃 有很多人都很认同啊 包括呃 我们说那个 那个呃 苏联那个迈克斯基 还有这个 法国的罗曼罗兰 还有这个托马斯曼 大作家们 对他都有很高的评价 对他的语言成就 都有相当高的这个 这个认可 啊 所以呢 就是 我觉得这个呃 不光有同时代人 还有后来 包括海明威啊 还有其他这个 呃 这个作家 都把这个巴比尔呢 称作他这个 就是都是都是 他们都是巴比尔同时代人 也是他的 这个文学成就的这个 呃 这个见证者 那么 在八十年代 我们刚读这本小说的时候呢 大家不知道该怎么把这 这本小说分类 就是呃 归类 呃 有人说他是短篇小说集 还有人说呢 他是短篇小说体的长篇小说 啊 还有人说 呃 是故事集 等等等等 啊 就是今天 大家 把他呢 作为 今天我倒觉得呢 啊 我个人觉得 实际上巴比尔的习兵军 啊 他是 呃 描写这个 战壕文学 啊 局部文学 啊 针对中的局部文学 为特制的 这么一部啊 这么一部小说 而且而且 他是短篇小说体 所以我倒认为了 他是 即时性的 或者叫 嗯 就是不完全吧 就是即时性的 带有很浓厚的 即时色彩的 即时性色彩的 这么一部短篇小说集 啊 可能更好一些 啊 就是因为 他每篇小说之间 似乎没有关联 但呢 但是呢 又啊 又发 又又又又又千丝万里的联系 啊 是这么一个 评价 我觉得比较 比较贴切 所以说 后来 在这个苏联文学史上 类似这样的作者 还真不是很多 啊 或者 这里面呢 我还要 嗯 就是小小的更正一下 一个概念啊 今天讲的比较混 混杂啊 更正一个概念 就是关于苏联文学 这个概念 啊 就是 我 我跟那个 肖南 在这个 沟通的时候呢 就是还没来得及 讲这个 涉及到这个问题 啊 因为 大多数的 作读者 啊 包括 听众 甚至是 有些出版社的编辑们 一听苏联文学 这几个字 大家就比较反感 就比较 就比较 就不太愿意接近 没有亲和力啊 因为 苏联文学 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给我们的印象 就是 他是粉饰啊 他是这个虚假 他是 他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订货啊 他 他是 他是这个 教化啊 这样一种文字 啊 但是呢 我觉得 这实在是 太不 这实在是 太不过 太不全面了 啊 苏联文学 确实有 上述的 一些 啊 一些 这个 文字 垃圾 出现过 但是呢 有太多的 苏联文学 我们大家还不知道 啊 我们 知道的 仅仅是 冰山的一角 啊 因为 你看 我们现在 大家所知道的 这个 索尔尼琴 啊 阿赫玛托瓦 斯维塔耶娃 还有这个 呃 这个 这个 我们所看到的 这些 这些很多名著 包括 包括 大使和马格丽特 包括 呃 其他的 其他的 这些 这么多年出版的 这些名著 很多都是苏联文学啊 难道说苏联文学 都是垃圾吗 我倒觉得 苏联文学 绝大多数 啊 都有特点 绝大多数 很多作品 都是名著 甚至他不为世界 所知 甚至更多的是 大多数 更好的作品 还没有 这个 这个翻译成中文 啊 我敢保证 很多 很多这样的作品 那 这个 今天在谈到巴贝尔的时候 我们是知道 原来有这样一个作家 啊 在这个长达 呃 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面 他的作品都被封存 啊 甚至被封杀 啊 不能与我们见面 但是现在呢 他终于可以 啊 呃 有不同的版本出现 啊 我读过 这个 这个 带聪老师的版本 我觉得这个翻译的非常好 啊 翻译的非常好 我也为此呢 专门登门求教 啊 前不久 带聪老师去世 我还专门 写了一篇文章 回忆啊 纪念我们那次 短暂的 但是唯一的一次见面 我们两个人在谈 启兵军的这个翻译心得 主要是我向他学习啊 这个这个这个过程 我刚才在 在说到苏联文学的时候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 一个一个概念 也希望能够 呃 在这里跟大家纠正一下 就是呃 过去我们曾经谈到过这个 呃 俄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 从时间点的呃 这个概念上谈的 我们切换上的 就是我们可以呃 用俄苏文学来这个 来来来概括他 我觉得这是比较准确的 就是俄罗斯和苏联文学 呃 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 这个他是从这个呃 1917年来过去是传统上划分 是从1917年划分的 1917年以前是俄国文学 1917年之后到1991年是苏联文学 1991年之后又开又开启了啊 俄罗斯文学的这个新的一幕 那么这个说实在的 我还真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划分 大家大家可以这个各书几件啊 我们总不能说是俄苏俄吧 是吧 俄苏俄文学吧 所以大家现在很多人提法 肯定是不恰当的 比如说苏俄文学 这个苏俄的概念 我们一般是一个原来是一个政治概念 把它化界定为这个苏维埃 俄国啊 就是在苏维埃政权 1917年啊 这个这个出现到1922年 苏联这个 这个这个 到1922年 这个苏联出现这个之前啊 这段时间啊 这个我们把它界定为这个苏俄 那么之后就是苏联啊 就正式出现了苏联 一直到1991年苏联的解体 不存在啊 我们才出现了今天的俄国 新的俄国 新的俄罗斯 所以这个时间概念 我们也需要 我们也需要跟大家来这个 界定一下 咱们才能清楚啊 您谈的是哪一段文学啊 那么巴比尔这个文学 巴比尔的这个小说啊 肯定是属于苏联文学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在这个对苏联后期和这个新俄罗斯文学时代 对巴比尔这个骑兵军啊和他的其他作品的这个评价研究 也是一步一步的不断加深的啊 不断加深的啊 从啊整体上看呢 就是说啊 这个过去大量的这个评价 是说巴比尔小说中的这个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这个这个思想共存啊 这个对对他小说的这个语言 修辞描写啊 这种包括递进式的这种这种这种排比句形容和自然之美和人与景的这种心理疏离 做了非常深入和大量的研究 比如说这个这个我们可以呃 大家可以举几个例子哈 就是我们说到这部小说的时候 大家都愿意去呃 去去就是最最最比较喜欢的 第一小说的第一篇首篇就渡过啊 资布鲁齐和这一篇啊 这个那这篇写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描述的非常的这个七七美 那为什么用这个这句话来说呢 你看这个他他一开篇就讲到就说这个啊 啊这个这个这个从布里斯特到华沙修了一条公路 而这条公路呢是这个尼古拉伊市用男人的白骨来铺成的公路啊 啊这个而且作者呢呃借这条路来这个作者借这条路来隐喻啊 人类啊发展前前行的路都是死亡和鲜血铺成的小说那到了第二段 以后呢这个他的那个情景就更加交融和丰富啊 而且就是从远到近就是他写的很抒情很细腻啊 比如说这个呃用那个寂静的那个修道院来暗示啊 战争是尤为自然的啊这个 他是破坏生活和谐和宁静的啊 这是这是这是一方面 另外呢就是那天我跟西奥男子沟通的时候 其实我忽然想到这里边最震撼我的是两篇两篇两个故事啊 一个就是呃大家可以如果看这部小说的话 可以看到这这个看到小说里面有有这里面有两篇 啊一篇的是金师之子一篇的就是啊 这个格里修可这两篇就是让我真的是很非常的那个 就是翻译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有冲撞感有撞击感啊 就是震撼感因为我忽然想到实际上为什么我能先说 嗯苏联文学里边有这个呃他是用用自己的语言 用自己的语体来展示圣经的这个画面啊 你看这个在这个圣经之子里面写到一个红军战士在车厢里被他付了重伤被战士们抬过抬过来 把它打开他身上的这个啊随身随身物品的时候发现呢有这么几样东西堆在一起啊有什么呢 啊有圣经有手枪子弹还有手枪啊就是其实不用多说啊用这个这个东西这个物件摊在大读者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自然而然就会想象一个从这个修道院走出来的神职人员 这个一个这个天天在读圣经的这个思维和标准来约束自己人生行为和心灵的这个人却要这个在这个刀兵血火中杀人 这样的冲撞我想想早就超乎了人道和反人道的这么一种啊这种观就这么一种观感观念而上升到善与恶上升到爱与死啊这个生与死善与恶啊这个这个概念 对他对这个啊人人人的人生人的心灵是一个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冲击和打击 另外呢就是嗯在这格里修克这个这个小说里面呢他讲到啊这个作者看到啊他们的一个战士啊被打成重伤奄言一息要求作者给他补一枪结束他的生命让他痛快点但是呢我啊主人公居然扭头而去至那个冰死的人而不顾 事后啊过来了他们的一个战士一枪就了去了去了那个重伤员 并且呢对着这个我举起枪以死相威胁说他呃假怜悯啊是号号猫捉假怜悯啊这个 嗯猫可怜耗子假慈悲就是这种剧烈的这个生死冲突啊这个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看到因为 这作者本身他又是犹太教徒他本身有这个极高的信仰本身在心里尽管他是克格勃尽管他是红色骑兵啊但是但是他的血液中啊他的基因里面早就有了善与恶的这种这种这种划分啊这种划分所以在举枪对待一个行将死亡的人结束他的生命他没法下手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剧烈的毛 这种这种先理念相悲心理相悲的这种感觉那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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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叫多尔古绍夫之死啊我们刚才纠正一下就是啊他把这种剧烈的这种啊人道人道冲击啊推向高峰用一把枪一颗子弹啊就是把这种所有的这种啊 像这个主人公刘托夫这样啊具有这个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知识分子啊推到了这个推到这个生死的这个前沿啊他当然是反对暴力了毫无疑问的他反对死亡他反对杀人这毫无疑问的啊这是这是实戒中早都早都有这个这个这个名文这个这个所所写的是吧但是呢这个这个多尔古绍夫被炮弹开了糖 肠子流出来了连心脏都能看得见这个如果说被波兰人抓了以后肯定要受辱所以所以他请求开枪但是他被拒绝了他被拒绝了所以呢这个他被拒绝了以后就因为这一点他差点被杀因为他这个这个这个被斥为虚伪啊被斥为虚伪在这儿呢我又想到了另外一篇小说也有过也是苏联人学的小说有过类似的情绪 啊就是呃就是这个我们如果看到读过这个法杰耶夫写的毁灭啊这个就有类似的情结呃那么他态度就完全不一样法杰耶夫就写到这种西就是这种啊帮助你补一枪这种精神啊这种牺牲是非常值赞扬的而且说他是新的人道主义的体现啊是一种善行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巴贝尔这个态度和这个法杰耶夫完全不一样简然相反的呃这个多尔顾绍夫呢这里边就写出了啊传统价值和这个所谓的新人道主义的冲突啊那么呃这个苏联其实巴贝尔呃其实这个苏联文学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开始争论啊这两种词 啊补一枪还是不补一枪谁更接近真道真正的人道关怀谁更接近真正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生于死和爱和善呃我想今天呢是不是我就先啰啰嗦嗦漫谈啊就漫谈到这儿就是啊告诉大家一个就是我所了解的巴贝尔 啊我所了解的骑兵军我翻译过他我了解他但是呢可能我依然还不了解他呃而且我想的就是今天我们所就是听我在这里啰嗦听我在这里漫谈的这些听众里边一定会有高人大家的理解大家阅读呃甚至有人可能也这个这个看过原文啊大家 他你们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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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比我多比我深啊我希望呢我们有有时间有机会在正在这里做更多的互动在这里呢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嗯共同的解读啊因为对待一本文学名著啊 我觉得他的背后有无尽的资源有无尽的这个回味啊值得我们大家 我觉得今天啊我们对于巴贝尔和骑兵军的漫谈是不是我们就做到这里啊暂时告一个段落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啊在线大家收听的这些朋友们啊特别是很高人很多啊有很多人不光读过我的我的一本还读过其他几几位高呃 高手的一本几位几位老师的一本我只是想说呢这个骑兵军巴贝尔巴贝尔和他的骑兵军想告诉我们什么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和战争的关系这是一方面第二呢就是啊要告诉我们这个啊战就是人生的悖论啊人生的悖论啊俄罗斯呢这个数几个世纪以来啊 这个几个世纪以来同事操哥兄弟残杀使这个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使这个国家付出了这个巨大的生命和鲜血的代价而且呢 最关键最可怕的我觉得是他丧失了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道德和情感的生长土壤都丧失了 你看这个巴贝尔的小说他最后的结尾呢是开放性的啊 他是只有这个呃没有路的田野啊救国界啊 其实我觉得巴贝尔就一直在呃通就其实就是在通过这个小说的结尾在向我们询问未来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但是我觉得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只有他自己可以回答 但是他的回答太惨烈了 因为他搭上了他的性命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啊 我我我我翻读阅读完读完这本书翻译完这本书的这个 感受啊就是他 书是写完了巴贝尔这个小说是写完了啊 因为用了这个啊 一串故事一串短片短片故事来结束了他的小说 但是我觉得他提的问题是一直还在延续 在一个失去了这个人道主义思想 道德和情感 善与恶的土壤土壤中还能继续继续 或者是经过这个呃阳光雨露和这个春风之后 还能继续生长出善与爱的这个 这个这个小苗又苗出来吗 这个这都是我们啊 都是我们非常期望得到的这个答案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们真的很期盼 呃在这里呢我真的要谢谢谢谢这个国君啊 谢谢这个肖南啊 你们真的很辛苦啊 辛苦组织这么大的这个一次这个讲座 也谢谢大家在线的各位啊 我今天呢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啊 这个把自己所知道这点这一点点的这个这个这个呃 信息啊翻译过程中的一些心得对巴比尔的一些一知半解的了解 呃在这里呢啰嗦了一遍也算是漫谈吧 希望大家跟将来有更多的机会 由你们来给我再讲讲巴比尔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孙岳老师 非常感谢 呃120分钟的讲座呃的针对一个讲座来说 呃并不短了 但是刚才我从头到尾一直是在听着孙岳老师的每一个字哈 我觉得对于这么一部书以及对于这么一个人来说真的是太短太短了 说实话就没有听够 而且真的是哎呀这个故事是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 而且有那种那种栏杆拍遍的感觉哈 拔剑茫然的那种感觉 这真的是一部这个这个大时代当中历史臣服当中的一个人性的大片呢 如此的丰富哈 又那么的幽暗 而且又又如此的超把 总之如此惊心动魄吧 而且嗯 孙岳老师刚才说的那个画面哈 我觉得特别有感触 他说一边在书桌旁边写着骑兵军 写着人性的残忍 贪求人性的救赎 而一边呢 这个巴比尔自己他就是传说当中的妻卡 他自己就担当了秘密警察 所以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其中的这种太奇妙了 这其中的悖论就像孙岳老师刚才所提及的那个画面啊 那个画面我觉得这个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再次强调一遍 我觉得那个画面非常有价值 那就是说孙岳老师说他说这个打开阵亡的士兵的背包 发现里面有一把手枪和一本圣经 这个画面我觉得极其震撼 我认为是一种非常高度的一种视觉提炼 他高度的那种冲击力的表述了苏俄文学 还有苏俄文学艺术家 在这一百年当中的现状 他们的创作现状 以及他们的生存现状 所以我认为这个视觉体念非常有价值 我都特别想推荐给我所有的艺术家朋友了 然后很是巧合 大家还记得吗 在四天之前 我的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 刘峰华老师 他刚刚跟我们讲述了世界戏剧史上的大师级人物 也是这个苏联的艺术家梅耶和德 刘峰华老师讲述了梅耶和德一生的故事 还有吴涵的一生的故事 所以我今天才刚才我才意识到 梅耶和德也是1940年跟巴比尔一起被枪杀的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而且还有就是也是前天 对前天好像是列宁 列宁诞生150周年 我今天看到一个特别特别搞笑的一个视频 就是列宁在过生日 结果呢刚好遇到了这个世界性的这个疫情 搞得很卡通 把这个列宁这么一个红色的这个这个恶魔 这个人类历史上的邪恶狂魔表现的非常卡通 所以看着这个觉得150年过去了 我们人类这个回头一看那一场 今天惊心动魄的这个噩梦啊 还有呢就是说我觉得不同的是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大多数的被共产主义所碾压 所迫害的文学艺术家 他们大多数都是单一的受害者身份 对吧 而今天的这位巴比尔那真是太特殊了 他他是既是受害者 他又是施害者 他跟梅耶和德一样 以极大的那种生命热情 拥抱共产主义 但最终被这场红色巨浪所吞噬 今天我们孙岳老师 他以国内的一线的俄语专家 俄国问题专家的身份 为我们开启了庚子自由谈 关于苏俄的单元 所以说非常感谢孙岳老师 我们苏俄的这个单元呢 跟日本的专题一样 我们所有的演说 我们其实都是在关注我们当下 关注我们我们自己的命运 抱歉那个肖南 我要插一句 你提到的梅耶和德 苏联赫赫有名的大导演 大戏剧家就是被巴比尔出卖 后来遭到了苏联秘密警察的逮捕 被枪毙的 我们西北面的这位红色的邻居 就像我们讲过的巴比尔一样 就像梅耶和德一样 他们以一种非常具有疼痛感的存在 刺激我们时时反思我们的昨天和今天 而我们国门东北面的这位 日出之国的邻居 日本似乎在昭示着我们的未来 这一西一东 然后我们在这个庚子自由谈当中 我们左冲右突的这种探索 这个庚子年的春天 不知道有没有记录下来 这个探索里面有我们的苦心 也有我们的野心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是4月24号 今天由翻译专家 孙岳先生带来的巴比尔的奇兵军的讲座 到此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 谢谢你们 是吗 孙岳老师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不知道刘峰华老师 我的老师中央戏剧学院的刘峰华老师 你有没有在线 有没有听到这个 我们刚好在4天之前 我们探讨了梅耶赫德 然后4天之后 我们其实没有 完全没有约过 完全没有进行商讨过 完全是我们明明当中的 专家们的他们的言说 可能就是在这个春天 有一种神秘的互相之间 彼此的这种神性的沟通吧 我是听到这个 我更加震撼 而且我也有非常的欣慰 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谋而合 原来梅耶赫德的凶手 元凶是在今天晚上 所讲的这位主人王巴比尔 但是你看巴比尔 我就说了吧 巴比尔他既是受害者 他又是施害者 最终他仍然他自己也是被 这场赤色巨浪所吞噬 那其实这个跟我们国家的 从49年之后 一直到1977年的这一场 这一场又一场 无数场的这种红色巨浪 有什么区别呢 好了 非常感谢孙岩老师 我非常希望孙岩老师 我在这里冒昧的斗胆的 跟您再继续约下一场好吗 因为今天我觉得这两个小时 实在是太短了 我刚刚就是还没听够呢 关于巴比尔的这个生平 我还没听够 因为确实是太好听了 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桃色 这么多的风流 而且我还很奇怪 我说不是说这个叫做什么 那句话叫啥 什么党 党性泯灭 人性猖狂 然后好像这位巴比尔 好像党性和人性都蛮猖狂的 都蛮丰沛的 所以说这个孙岩老师 关于巴比尔 我觉得今天也就是大概 刚刚听了一个大概 一个大纲而已 然后这个骑兵军呢 就是刚刚展开 所以说我孝南特别希望 再给您约第二场 约第三场 我们这个苏俄的单元 我们就是也是我们自己认为 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言说的主题 我们希望不断的这个进行下去 这个就是往下推下去 然后在此基础上呢 还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谢谢孙岩老师 非常感谢 非常精彩 谢谢您 晚安 啊好了 太好了 我们这个期盼的 因为我们都说了 庚子自由谈 每天晚上这个专家 的正式演讲结束之后 假如说贺卫方先生的这个提问 或者点评不出来 感觉这场演说就没有结束似的 那么现在贺卫方先生的点评 以及提问已经出来了 麻烦我们的转播助手 麻烦我们的志愿者 把贺卫方先生的这一段话 也要转播到所有的这个 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眼前 好吗 麻烦你们转播一下这段话 好的 萧南这个我们以后有时间 我一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你刚才提到的那些问题啊 还有包括巴贝尔这个生平和他的作品的分析 这些我们今天今天真的是没有来得及 深入的去探讨这件事 而且他身处的那段大历史 至今其实远远都没有啊 充分的展现在读者面前 还有很多问题呢都源于苏苏联之后啊 这个俄罗斯对苏联的反思不深刻 对他的反思不全面啊 从这个解体之后迅速的啊 这个国家全民进入一种享乐主义是这个时代啊 有很大的关系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可以由此苏联文学而引发更进一步的思考 包括法律上的包括啊 啊 贺老师问题收到了 这个非常的高兴您能提出这么深刻严肃 甚至是严峻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也许一个议者啊 可能这个没有资格或者是没有能力来回答出这么样 这样这个深刻的问题 但是我很愿意跟大家一起来这个探讨您说的这些啊 这提出的这些啊 真的是很很重要的问题 很重要的问题 贺老师 贺老师非常感谢您为我们庚子自由台每次的这个精彩的这个结语 带点评带提问 非常感谢 所以老师的意思呢 就是他刚才非常认真的读了您的问题 他觉得您的问题啊 每一个问题几乎上都是一篇论文的一个含量 所以说呢 而且呢 对于有些问题 他对于其中的几个问题 他可能希望就更加严谨一点 他还要需要查资料 所以说他希望能够给他一些时间 我们换一个另外的一个时间来探讨这个问题 然后他呢更加充分以及更加严谨的来回答您的问题 谢谢贺老师 好的好的 谢谢夏军老师 谢谢乔如 谢谢两位志愿者 谢谢你们 谢谢所有的聆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此结束 让孙悦老师也好好休息一下 整整两个多小时呢 很累的 大家晚安 谢谢国君 谢谢贺老师 大家提了这么多尖锐和精彩的问题 我们真的就是有很多 有很多的这个故事 想跟大家分享 最后我再说这么几句 给大家这个 跟大家告别 在这个今天今天晚上吧 我觉得有好多的俄国的故事 还没来得及讲 希望呢 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 我觉得真的是很精彩 这两个国家对过去 现在和未来 对中国对我们啊 这种文化人的影响呢 都是不可轻视的 啊 那么正因为如此 要改变这种 现在这种信息不对称 造成的误读和误解啊 才是一个带有具有使命感的任务 就能找到一个人的顺利 就能找到一个人的顺利 这种身体的顺利